来 我们看下一题 写完了的话 我们看下一题 下一题是 又是这个形状 可以换一换吗 很显哦 一直看形状 要学多一点东西 我们看第八 给第八题 第八题 有几个Rules 这种圆形东西 特别乱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是一个A的形状 一定要开头结尾一样 如果开头结尾是同一个开头结尾 延伸出来的那个角啊 一个是在圆形的corner 一个是在lilitan的 在circumference的圆轴 一个是在中心点的 中心点的 跟 那个圆形的边边那个 永远是两倍 也就是说在圆形那边是X的话 中心点这边就是2X 对吧 这一个形状 它不一定是长这个样子的 有时候 它会长成一个butterfly的形状 这个 这个也是开头结尾一样 看到吗 一个尖尖是在中间的 另一个尖尖是在 圆形的边边的 所以道理一样的 如果圆形的边边是X 那么中间就是2X 这个是小的butterfly啊 其实这两个是一样很多鞋的 它就是把上面这个点 拉下来罢了 这是第一个 还有很多各种奇奇怪怪的形状 比如说 这样 这个是 这个是 国旗的形状 一样的 你有看到吗 开头结尾一样的 其中一个尖尖来到中 来到中心边 另一个尖尖来到圆形的边边 所以中心 碎边边这个如果是X 中心点就是2X 我想一下 应该是没有其他形状的 以这个 以这个形状为概念的话 呃 然后 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还有很多roll的 在这里 ok 还有一个是 呃 这样子的 这个是大的butterfly 啊 看到分别吗 刚刚这一个哦 它是一个尖尖在中心点 一个尖尖在 呃 圆形的边边 但现在这个是一个butterfly 两个尖尖 不出来的地方哦 都是碰到圆形的 的话 ok 上面跟上面的角度是一样 下面跟下面角度是一样 ok吧 上面跟上面一样 下面跟下面一样 这是butterfly的形状 ok 还有 我尽可能把我懂得 记回出来 如果你有一个三角形 如果你在圆形里面画一个三角形出来 而这个三角形哦 有其中一个边 它是diameter的话 那么它 ok 那么 你通过这个diameter画出来的这个三角形这边哦 一定100%90度 无论你讲画都好啊 就是你画到 这样啦 或者是 这样啦 他们这里跟这里都是90度的 应该是没有了啦 我的 我的记忆也是懂得到这里啦 也还有 如果 以圆形来讲啦 如果我在圆形里面 我们画一个td tangent的话 画不出来 哎 哎呦 有点难画 好 这样 ok let's say啊 这个是一个tangent tangent的意思就是动到一个点 动到一个点了 然后你从这个点 延伸出来的三角形 我只讲一次啊 下次分析我就不会分析这个哦 我就会直接当做 你还记得啊 你刚才讲一个都很久了 ok 从这个点延伸出来的三角形啊 所以你看啊 这边有个tangent line 我们不要看三角形里面的这个角度啊 我们看外面的这两个 画起来啊 我们左边写A OK 右边写B OK 所以除了这个三角形哦 里面的角度哦 里面这个角度啊 还有里面的左边右边的这个角度 给我们也画起来啊 所以记住一点啊 左边的 右边的等于左边的 左边的等于右边的 对吧 就是交叉啦 就是交叉啦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打横的 有时候可能是打直啊 比如说啊 画一点奇怪一点点啊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它画出来的比如说长这个样子啊 够奇怪的哇 这个也可以 因为因为它用garis tangent 那个detail tan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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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画一个三角形出来的 所以我又可以用那个rules了 那个rules是怎样来 我们来看啊 如果这里是a 这里是b的话 给交叉 除了这个里面以外 我们还有下面这两个 这两个是里面的角度 所以我们交叉 这个是在右边的 会等于左边这里 我换给也是 很乱的看来 这样交叉 A会等于这里 会等于这里 交叉 这个是 关于圆形里面的三角形 一定要有个garis tangent 这个是最基础 的概念 的概念 还有啊 最后一个 好像没有 是不是最后一个 应该是最后一个 我的印象总是最后一个 我还记得的话 我还记得的话 我还在讲 你在圆形里面 画一个 四边形 随便画 只要你在圆形里面 画一个 四边形 而且这个四边形 有一个重点啊 它的边边 一定要动到圆形呢 那么对面的角度 加起来 会等于180 什么意思啊 就这样子 左边 跟右边的 这两个是对面的嘛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是A 这个是B 所以加起来 一定会等于180 如果是上面跟下面的话呢 也是一样 比如说这个是C 这个是D啊 所以C加D 会等于180 意思就是讲 我只要懂其中一个 就懂另外一个了嘛 Example 比如说我懂 左边这里是120度的话 那么右边这个 马上是60度 因为左右加起来 要等于180 对吧 如果上面是145度的话 那么下面 就马上会知道是45度 因为加起来 要等于180 这个我们叫做Cyclic 对吧 是这样子吧 搞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看 看回子这题啊 我们不懂你要讲早的话 我们注意看啊 他会要看问题 TQ PQR是Ten PQR是Garist Tengen PuLatan Q Q QSTU Q STU 这个是圆形 它的Diameter 是SVU SVU 你看啊 这边是Diameter嘛 OK这个是Diameter 我跟你讲了嘛 Diameter 这个做出来的三角形 一定90度的 所以我第一个 我一看这个问题 我就会先画 这里是90度 对吧 这个是刚刚我讲的其中一个Rose 在哪里 在这里 只要你是Diameter的话 延伸出来的一定有90度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看到这个大的Butterfly吗 这大大的Butterfly 上面的角度跟上面的角度一样 下面的25跟这里也一样 所以这里也是25 我尽可能把我懂的东西添下去先 P3个 这个42度咧 有注意到这个是Diameter吗 从这个Diameter 画出来的三角形 在这里 我highlight起来 左边的角度 这个是左边外面吗 会等于右边里面的 42度 对吧 我们就用回刚刚 讲的那个Rose 这里也是42度 对吧 因为Butterfly 因为Butterfly 所以这里也是42度 这个42度没有作用啊 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X的答案已经出来了 因为 这个角度找得出来的 你看这个三角形啊 这里是90 这里是42 这里是出来了 这里是180 减90 减42 因为三角形的总和是180 减掉90 减掉42 你就会拿到 它的答案了 答案是48 现在这里是48 现在这里是48 这里25 那么X 就是Y了 X会等于25 加48 等于73 73 所以答案是C 可以 这个是所有关于圆形的东西啊 我看下面还有没有啊 第九题啊 看看第九 又是圆形啊 很多圆形啊 会做没有啊 这个啊 看看啊 找到X找到没有 找不到X啊 找不到Y Y很容易找的 你行不行 我看啊 呃 不一样 我想一下啊 找X 找Y OK 呃 这一个哦 用一个Rule去Settle 这个 圆形里面 四边形哦 对面加起来是180 所以我们看这里啊 这边总共我们有两个四边形 一个在这里 OK 第二个在这里 这边有两个四边形 找到X找不到Y啊 不可能 肯定找到的 呃 有很多取消方法啦 我想一下啊 我可以在不找X跟Y的情况下 来找X和Y是多少 呃 比如说 你看啊 如果这里是130 这里是130 那么这里就出来了 对吧 因为这个是对面嘛 所以这里是50度 嗯 想一下啊 还有没讲什么资料 没有了啊 就这样 这里是50 呃 OK 我找了我找了 这里是50度的话 那么这里是多少 啊 这里就是X 80咩 你们知道 你又知道是80 啊 不可能是80 130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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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130 你要知道这个130 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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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里是白 不对啊 这是180 180 130 到这里 这里是50 你要注意这个红色是四边形罢了 这整个不是四边形 所以你不能这样子 来做了 我们只能做四边形的形状了 所以你看啊 这整个是X吗 减掉50 是不是去拿到这里啊 所以这里是X-50 你可不可以觉得没有用啊 但是你注意看啊 反正我们知道 你看蓝是这个四边形哦 它们对面加起来 等于80 对吧 所以 Y加 X-50 等于80 我碰了 X加Y的80 不是X加Y的80 Y加 X-50 一定有四边形的嘛 所以把-50办右边 Y加X 等于 加50 所以百八加50 等于230 所以Y加X 等于230 有点取巧啦 因为可能 我们会太过 习惯于要找X跟Y 但是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啦 我觉得是找不到X跟Y啦 所以我就 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要用这个方法来做 来Settle这个问题啊 OK OK 我们来看下一题 看看啊 还有什么 这是Image OK 来 第10题 讲完第10题就差不多了 第10题的话 要懂的东西还蛮多的 让我想一下 要找P跟Q OK 这边我们要用到 只有ROOSE啊 首先我们要记一个东西就是 所有的圆形 OK 所有的圆形啊 如果你有一个Tangent line的话 从这个Tangent line 划去中心点 一定90度 这个Scaris tangent 100%90度啊 无论你划到怎样都好啊 划到极美的话 哎呀 划到极斜的话 Tangent一定是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碰到一个点完了 从这个点去到中心点 一定90度 这是第一个ROOSE OK 第二个ROOSE 如果你有两个圆形 两个圆形 而这两个圆形哦 他们Share 同一个 划不出来 大家 他们Share同一个 哎就这样U了 多少用 OK 他们Share同一个Tangent line啊 这样子 如果他们Share同一个的话呢 那么这个Tangent line 是不是可以划上去 90度 这边也是可以划上去 90度 但是有一个Extra的ROOSE啊 就是 这两个Radius哦 会变成 平行的 只要他们Share同一个Tangent 就一定会有 这是第一个ROOSE啊 会用到 第二个呢就是SynCost SynCost 就这三个吧 这个confine 你们也学了啦 上次也讲过 所以我假设啊 你们还记得啊 我们就记 这两个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看这一体啊 这一体比较特别一点点 我们来看 OK 这里哦 PQ他们Share同一个 CommonTangent 看到吗 Tangent是朋友 CommonTangent 所以这边两个是平行的 首先我们一定懂的东西 OK 过后 OP O去P是5cm C去Q是3cm OK 就通过这里 OK 我们懂这也是90度咯 这是第二个让我们懂的 对吧 因为Tangent嘛 问题啊 我们看啊 要问PQ是多差 自理到这里的问号 OK 讲完这题就可以收了 OK 回到了 OK 这里我们 画一条直线出来 这样子画啊 这样子 OK OK吧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 这个三角形的 OK 我单独link出来啊 因为我怕你看不懂 就这样画出来一下 OK 这里到这里哦 是不是我们要找的 这里到这里 这里到这里 跟PQ一样长度嘛 我就放它X 这里到这里 我们拿5 减掉3 因为这个是3嘛 所以这里也是3 5减掉3 这里是2 OK OK吧 还有一个东西 在这里 OK 这里的话呢 你注意到 O去这里 是5来的 因为是radius嘛 边边去到C 是3来的 所以5加3 等于8 哎呦 这个用particulous theorem 对啊 要找X的话 我要找短的 所以我就拿square root 长的 减掉短的square 就是答案 particulous theorem 不需要syncost tangent 所以还好 不过有时候它会让你找角度的 所以还是要用到的 square root 7.74 所以答案是A咯 可以啊 可以说 可以说 有点十分 写完了的话 就可以收工 也讲说题吧 下个礼拜再继续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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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